老爹,我提前你喝饭了 诶,小卡,你咋空手来的 喂 啊,不是,我是说真是白发人送白发人啊 你是怎么挂的 说这个我可不困了 敌人袭击木叶,我用血轮眼帮同伴躺枪挂了的 诶,你可别给我显摆你那臭眼睛了 不仅浩兰还和我们齐木家天生不和 但是老爹,这眼睛也有他的优势啊 你看别人练了两年半的舞蹈 我靠血轮眼复制,两分半就学会了 那我问你,我们齐木家的独门人数千年杀你咋不用 诶,老爹,那个人数对于名人那种13点还好 对于其他人压根没有威胁力啊 你懂个诶,千年杀是直接对敌人大肠发动攻击 要配合忍具一起用的好吧 比如和起爆服一起用 可以使敌人爆肝和辣椒水一起用 可以使敌人上司战斗能力 和云南蘑菇一起用 可以使敌人产生幻觉直接红塞塞糖斑斑 我去,我人将还是老的骚啊 还有我那把查克拉刀啊 你不附魔就用 直接把人家给干碎 那可是咱们家传家跑啊,就被你这么祸 想当年老子就是用这把刀剥了封影村的两个玩傀儡的夫妻 那个前代老太婆穿着泳衣就来找我复仇 还有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也整天和新宇直播的混在一起 二代大人早就说过 他们脑袋不正常啊 多具和麦特凯这种人交朋友 一起努力修炼 还有我告诉你 少和刚守自来也大赦完这三个该溜子混在一起 老三人黄赌毒 新三人嘴装哭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老天你既然这么强 那为什么不借我的身体来露一首 让小组织也见识一下我们齐木家的威名 哼,臭小子逼我出手是吧 那好 我就建议你的身体给你示范一把我们齐木家的战斗方式 这个秀,看看西马居然还能懂 老美丽的墓叶灯到达成这个样子 齐木克拉克西就再次将你斩杀吧 齐木是我们好熟悉的名字 压力压力 这是白牙的查克拉 厚木行为 不用老夫出手了 齐木了白牙传刺 包装的射器 水雲の天使 何,早い